唐詩三百首 你辨完唐詩三百首 不會寫詩也會寫詩 你聽說過沒有? 好 那這個整正齊歡原子 我上次寫過嗎? 有 這個是六支箴言 在構圖的時候 盡量去避免那個缺點 好,現在我們講到比 拿比 你一張畫 你要下筆去畫 有四個要素 有四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 就是要筆序 什麼叫筆序 你一張畫 你要從哪裡開始先畫 一定有前後順序 對啊,那個叫筆序 你要去考慮到筆序 第二個呢 你要考慮到筆路 你要畫一個葉子 你要從外 這個筆的運作是從 由外向內這樣飛 還是由外向內 像蘭花的葉子 那個花瓣 你要從外進來 還是從內出去 這個它的路徑 這個筆 這個筆 筆路要怎麼樣去 去調整 這個第二個要素 第三個要素啊 就是筆支 筆支 筆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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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畫竹竿 是畫細的竹竿 那你這個筆就要拿中鋒 拿中鋒 這個筆支 筆的姿態啊 那你如果要畫粗的竹竿 你這個筆要用笋 Paste 這個叫做筆支 第四項 叫做筆鋒 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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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蠻大 你要有氣勢 像你畫桃花的葉子 你可以用 用错的 错过去 这种叫做比式 比也有它的架式 但这个是比较高深的 那时候你就要考虑到 比序 比路 比之 比识 这四个要素 所以 这四个要素 西化里面没有 为什么西化没有 西化不用毛笔 只有毛笔才有这个 那笔序跟笔序有 西化有 哪一个先化哪一个后化有 但是谈到比路 比之 比识 西化没有 西化它油化的话 就是一直滑下去 一直滑下去 一直调颜色 然后一直涂上去 不好不好它刮掉 再重来 礼拜天有 昨天 礼拜六 礼拜六前天 我们中心大学 合唱团的团员 一行十四个人到我家来 他们呢 我那时候进中心大学的时候 那合唱团正好成立十年 所以我是第十代 那么今年的大一是六十代 所以我跟合唱团的同伙 已经断掉了五十年 五十年 好快喔 时间过来很快 结果他们那些 我第十代 大概十一二代的 大概十一二代的 跟九代八代的 这些就是比较熟悉嘛 他们就来 相隔六十五十年了 见面 这个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童言 他学油画 他学油画 那他说油画很臭 那个味道很熏 他说他在家里要画的时候 要必须不能在密闭的环境里面 窗户都要打开 所以西方的画家常常很短命 因为他那个荣记有毒 那我们这个国画这个 这没有毒 国画有毒 有一样东西很毒 藤黄 藤黄吃了会死的 但是它没有味道 你不要闻没有味道 你不要吃 那你没事干嘛 要把藤黄来吃 藤黄呢 它是黄色的颜料 真正好的藤黄 产在泰国 它是那个一种 一种藤 一种藤 台湾没有 那这种藤呢 它 把它 像那个 那个 橡胶一样 你把它 把它的那个皮 刮伤 那它就会 滴下来 一个一滴一滴的液体 那么他们泰国人就用那个 竹筒啊 去接 去接 那一滴一滴接 一滴一滴接 接到门了 就拿它干 干了之后呢 就变成 暗咖啡色的 像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磨 磨棒一样 它是暗咖啡色的 但是你磨起来变成黄色的 那个叫做藤黄 那杜老师那边有 这么长 这么大纸 很贵啊 你到呢 你到那个 那个国泰棉子那边去买的材料的话 它只是几片 用一个需要带给你装起来 就五六十块钱 一点点 老师那它一片一片的怎么回来